有一个小事 就是在宋真宗的时候 当时的管军室的 一个人叫陈瑶索 因为当时 大概天下太平 经济也发展得特别好 皇上特别高兴 就一天晚上 他本来已经散潮了 又把他请到宫里去 说是从 在宫里的右夜门 就宣德门右边那个门进去 然后 他就拿着灯 引着他 说是长长短短 穿了半天 不知穿到哪里 然后到了一个很小的院子里 一个很小的店 院子里也点了几盏小灯 然后看见七八个人 就是聊聊几个大臣 都是皇上特别爱的 奸臣 丁卫也在 几个人互相看看 叫我们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 皇上出来了 在这个店里头 那个东面的座位坐下来 朝西 然后安排几个大臣 坐在西面那个位置 朝东 这么一来 就皇上成了 坐在主人的位置 但是就 把大臣们放在客人的 比较尊贵的位置 这岑腰手一看 吓坏了 传出去怎么得了 是吧 别人一说 这么做 我们不得杀头啊 皇上就不高兴了 宋真宗说 我今天像一个 平常老百姓一样 请个客 你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吗 岑腰手一想 我要是再这样 就太不知趣了 是吧 真是皇上他也是人 他也有这个需求 结果 君臣尽欢 是吧 先吃上几杯酒 皇上送了一个重礼出来 大臣哎呀不得了 送了这么重的礼物 皇上说还有 过了一会儿 再喝几寻酒 又送礼物 说那一晚宋真宗 非常快乐 怎么快乐 就是整个宫殿 平民化呀 会儿老百姓的 我需要 听后来 谢谢大家